4月11日至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龙海会谈,并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年开幕式活动。 11日下午,在同崔龙海会谈时,赵乐际表示,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和精心培育的。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 今年是中朝建交7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互置新年贺电,共同宣布将2024年确定为中朝友好年并启动系列活动。 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重要共识,以中朝友好年活动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深化互利合作、促进人们交流、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中朝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崔龙海表示,在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战略引领下,朝中友好关系进入新时代,有力彰显两国关系的生命力和牢不可破。 朝方愿同中方携手努力,以建交75周年,继朝中友好年为契机,传承和发展朝中传统友谊,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会谈后,赵乐际和崔龙海建政签署了中朝护免外交公务签证、海关检疫等领域相关合作文件,并共同出席朝方为中国党政代表团举行的欢迎宴会。 12号下午,赵乐际同崔龙海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年开幕式并分别致辞。 赵乐际表示,中朝是山水相连、纯齿相依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 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战略互信,增进交流合作,共同谱写中朝友好新的篇章。 崔龙海表示,朝中友谊历久弥坚,朝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新时代朝中关系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 朝方愿以朝中友好年为契机,同中方一道,不断加强和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开启朝中友谊蓬勃发展的新征程。 随后,双方观看了同期复朝的中国艺术团同朝方艺术团共同举行的文艺演出。 两国艺术家表演了各剧特色的精彩节目,整场演出美轮美奂,震撼感人,表达了中朝人民对传承和发扬两国传统友谊的美好愿望。 12号上午,赵乐际向中朝友谊塔敬献花篮,缅怀中国人民志愿军英烈的丰功伟绩。 赵乐际还参观了江东综合温室农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